对于李大姐是丧偶的这点 姜大哥还挺满意的 最起码没啥牵绊 但是一听说李大姐四个孩子 这姜大哥有自己的担心了 李大姐一眼就看出了姜大哥的担心 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对此姜大哥还是挺满意的 随后两个人又聊了起来 你会喝酒吗 会 抽烟喝酒都会 在这边憋了半天了 那谁牌 你像我老人的友谊不是哪个 不不不不 我在兜里穿的我都不敢抽 还要让我媳妇受黄的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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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喜欢抽黄的 大哥这个主动拥了些 你说服务员喝酒 就是有一种就像习惯似的 他到时候不抽 闲尽能力 他脚的不得劲 喝酒到吃饭的时候他不喝 他脚的不得劲 就是 我一顿就一种 就是这么高的小庄 都爱喝点小酒 这俩人的共同点是越来越多呀 就在现场的气氛越来越好的时候 李大姐问起了自己比较关心的 江大哥的工资问题 你那袋退休户是多少钱呢 我就买社保 1100多块钱 1100多块钱 那你以后的生活咋规划 以后 反正我就是挑战 你看看又能够 咱们就往下的研究 不研究那就不够 那我也没有折来 1100块钱 两人生活指定是不够 行 行 哎呀 别别 这屋太热了 很老老啊 别别说了 我的生活费底 没达到一个要求 话说咱姜大哥跟李大姐 生活理念一致 都爱姐姐 都是丧偶的 而且都爱喝点小酒 两个人是越聊越投机 可一提到姜大哥的退休金 只有1100块钱 咱李大姐似乎有点犹豫了 听到李大姐的话 教哪个更是直接想走 不希望两个人就这样错过缘分 红娘赶紧开始的劝说 为啥跟你俩介绍到一起 首先第一点 你俩住得近这是一方面 第二点 你俩都会过日子这样吗 第三点 你俩都啥负担都没有 而且子女都孝顺 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所以你们就不用考虑说 结婚你俩在一起之后 钱不够花的问题 现在都够花呢 那两个人凑合到一起 就不够花了 这不存在的事 既然大哥说了 是不是大哥想走出找老伴这步 那就是做好打算了 那能腰包扁扁的去找老伴吗 这不现实是不是 他也是有这个好考的吧 大哥这边的条件指定也差不了 不能说让未来的老伴 动作饿着我 是不是 这指定是不能 温饱指定能打得了 是不是 再努努力也能奔小卡 温饱要打不到我们家地多 再种这大不明 我是能存的 我这是说实在有 能存的老伴就是100块钱的老伴是有的 嗯 大姐没工资这点你介意吗 我不介意 大姐没房子你皆有介意吗 她没房子正好我还要有 我都没有房子 听了红娘那一期话呀 李大姐也觉得 红娘说的在理儿 而江大哥对于李大姐没退休金 没房子的事也不介意 随后咱李大姐更是直接表明了态度 资格1100块钱你自己花 我不管 你愿意买啥买啥 不然你别乐着我就行 我是认考的 我也不会说是冲你要 多少多你给我买一买 你买金多买金二环 我啥都不要 还是你要是看我 要是能行的 你就是自己 咱俩先了解了解 你要有那些 咱俩就留个电话 留个电话 你写你的电话号是多少 对于李大姐表示 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的想法 江大哥表示同意 随后两人又表示 要是真成了 一定要请红娘喝喜酒 我俩结合到一起 所以对你们到我们家 再来说的话 她得大预备预备 我大预备预备不行 还有你们的 你办几个吧 对呀 她得办 她不办不行 能能办呢 我只能再喝上喜酒 我比最后还没有 这么大饭店 还没在大饭店 你吃哪个饭店没有啊 你没有饭店 我给你找饭店 你还去不上去不了 行啊 你俩就好好住 真是成了 就是说定下来那天啊 必须得请我们喝喜酒 对 对 你看看 这俩人连喜酒的事都张罗上了 让人听着可真是高兴啊 要说呀 江大哥跟李大姐还真就挺合适的 你看都挺爱节俭的 都喜欢喝点小酒 子女呢都挺孝顺的 俩人离得还近 要是这俩人不成啊 那可真是有点可惜了 好在最后 他们都给了彼此机会 那在这呢 我们也期待着 能早日喝到江大哥和李大姐的喜酒 好 好